最主要是烏克蘭得到他們政府的同意 已經受感謝獎狀 會送到台灣給我們台灣 從中央有協助我們到地方有捐證的單位 對一個很漂亮的感謝獎狀 要協助他們這次的第一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我們第四次救災車送烏克蘭 經過種種困難還是要達成 所以我們今年會增加六十幾台的車 包括之前的前三批第四批加起來 total會到兩百多台車 把車子送到烏克蘭 給他們趕快去投入救災的工作 那整台車我們已經從底盤引輪胎都整修完畢 去那邊他就可以工作了 這是跟他們這次捐證救災車的最大的車輛 今天除了這個紅色的消防車水車之外 還有其他什麼車輛 那一樣我們以前所送的救護車跟富康巴士 在那裡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們曾經報導過一台救護車在前線就拉了五個 一天就拉了五個重傷的傷兵 就急速流血重傷的傷兵回來 那我看到了我很震撼 所以台灣最好的車輛其實是救護車 因為救護車在台灣是非常充足的 而且他只要達到使用了一些五年以上 他就可以來換新了 老百姓很樂意投入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重中之重是台灣的救災車 大概是整理出來 等一下你會看到 那個已經是我覺得最好的車 就是我們的救災車 可以多用途 哪怕說你要撤退臨時要撤退傷兵 濫民那都可以用 然後我們的富康巴士 去那邊變成中和運送車 他跟我說一輛車曾經15個人撤回來 我們一輛富康巴士不高花錢送 後座可以裝15個人 坐著坐站著站 拉了15個人出來 你說我們以達使用連線 泰救換氣下的車 是對烏克蘭幫助有多大 有人來接我的工作 來做這樣的事情 是我最大的目的 謝謝 謝謝 很客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